1991年10月8号的中午 昆明市儿童医院附近的小巷内 一个打扮时髦的女孩 正在交集的等人 这个女孩啊 长得相当的漂亮 力量高挺 细眉绣木 樱桃小口 皮肤非常的白皙 她留着时髦的短发 穿着漂亮的连衣裙 锦上添花的是 她正是一生中最好的年龄 只有20岁 女孩焦躁不安 不断的四面张望着 手中拿着一个女士的小皮包 大概十多分钟之后 一个瘦高个的男人走了过来 男人手上提着一个黑色的皮包 头上戴着一个白色的运动帽 见到这个男人 本来有些焦急的女孩 却突然有些害怕了 反而向后面退了几步 躲到了一棵树的后面 瘦高个男人 倒是很随意的走过来 站在女孩的身边 点起了一颗香烟 瘦高个男人 看了女孩一眼 低声问道 你是讨静吗 女孩没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瘦高个的男人又小声的说 瘦呢 女孩犹豫了一下 将女士的小皮包 交给了那个男人 瘦高个男人一把拉给皮包 看了看 又捏了几下 女孩紧张的说 你干嘛 别再接账打开呀 瘦高个男人突然笑了一下 一把抓住女孩的胳膊 女孩大吃一惊 你干嘛 抓住女孩的瘦高个的男人说 干嘛 跟我走一趟吧 女孩说 怎么回事 你说清楚啊 瘦高个男人不再说话 拿出了一副血亮的手铐 女孩见到手铐 双腿发软 瘫倒在了地上 你是公安呢 不错 瘦高个男人就是公安便衣 他将女孩拽到路口 一个姓马的女民警 接替了他 女民警将陶静塞入街口 等待已久的面包车 关上车门 迅速的开走了 这个叫做陶静的女孩 被抓进了昆明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 审讯室里面 瘦高个的男人 已经换上了警服 他是一个大队长 姓王 一通审问的 还有那个女民警 根据制度 在审问女性嫌疑人期间 必须有女民警 一同在场 防止出现意外情况 王大队长问 你的姓名 陶静小声的说 陶静 年龄 二十岁 王大队长不觉感叹呢 才二十岁呀 看什么不好 干这个呀 你的机关 德红 瑞丽人 你第几次 干这个了 第一次 王大队长说 你们这帮人 向来都这么说 一问就说是第一次 我再问你 你第几次 干这个了 陶静说 我真的是第一次 王大队长说 好 我现在相信你是第一次 不妨告诉你 在昆明里的下下 已经被我们一网打尽了 我也知道 你只是运输毒品 抛腿的 现在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 上家是谁 就是 交给你毒品 安排你来这里的人 是谁 叫什么名字 躲在哪里 陶静 没有回答 王大队长说 怎么 不想说吗 陶静还是没有回答 好好好 不说是不是 我看你 能牵持多久 这里是昆明市公安局 贩毒十年的老毒贩 进了我们这里 也得老老实实交代 别说 你一个小姑娘了 但是陶静 依然 没有作声 就这样 三个人呢 僵持了几个小时 无论警方怎么问 陶静 就是 一语不发 见到陶静不开口 王大队长 和姓马的女民警 出去商量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 姓马的女民警 一个人进来了 马警官说 陶静 你抬起头来 陶静 缓缓的抬起头 马警官说 陶静 你自己看看 你长得这么漂亮 年纪这么轻 我们查了你的记录 还没有结婚 也没有生孩子 我不是吓你 你携带的海洛因 一共有200克 都是高纯度的 你也知道 只要有50克 就可以判死刑 你携带的料 可以判几次死刑了 我们云南警方 首要任务是禁毒 对于毒品犯罪 从来都是严打 你现在一只脚 已经踏入鬼门关了 陶静听到这里 身子不由得 抖动了一下 马警官接着说 当然了 你也不要怕 你如果和我们合作 可以宽大处理 也许能免于一死 你有宽大处理的条件 第一 你是第一次犯罪 不是惯犯 第二 如果你交代出 上家的姓名 和躲藏的地点 就算是立功 正常来说 法院很有可能 改判死缓 或者无期 你这么年轻 还可以在监狱里 争取减刑 出来的时候 年纪也不算大 三十出头 还可以结婚生孩子 一样 会有大好人生 陶静 还是沉默不语 马警官 有语重心长的说 小妹妹 我知道 我也是女人 我知道 这些人的套路 你的上家 肯定是一个帅哥吧 说跟你做朋友 还要带你去国外 一起生活 这种话 你也能信吗 摆明了 是骗你的 这种家伙 都用这种手段 骗年轻的女孩子 为他们携带毒品 如果他真的喜欢你 能让你去做这个吗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他一个大男人 自己怎么不去做 你自己想一想 剑陶静 始终不说话 马警官 有点生气了 你这个小妹妹 怎么这么糊涂 人家利用你 把你害的 都要判死刑了 你还跟人家讲感情 现在 我明知告诉你 你这个案件 很重大 省里面 都是挂上号的 如果你不争取立功 到时候 你后悔 都来不及 无论马警官怎么说 陶静 就是不开口 没有办法 只能暂时 将陶静 关入昆明市 开手所 因为案情重大 进去 陶静 就被带上了 脚料 牢门 刚刚关上 这时候 几个同号的女人 就好奇的上来问 哎 你犯了什么大事啊 怎么这么严重呢 我们这里 只有死刑犯 才会带这个 你犯了死罪吗 陶静 先是不说话 哭了一会儿 坐在墙角 低声哭了起来 可以说 陶静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也并不是偶然的 陶静 是云南 德宏 歹族 景坡族 自始周 瑞丽县人 他的父母呢 都是林厂的 普通工人 家呀 也并不在县城 陶静的家庭 是比较不幸的 他的父亲呢 长得很英俊 人呢 也很潇洒 很多人都说陶静 像他的爸爸 但是啊 帅哥爸爸 却非常风流 在陶静小学的时候 一次在学校 扭伤了脚 老师提前 将他给送回家来 陶静用钥匙 打开房门进去的时候 发现爸爸 和邻居的 景坡族的阿姨 躺在床上 赤身裸体 陶静吓得 大声哭喊起来 爸爸和阿姨 急忙穿上衣服 林厂的工人 互相都认识 听到陶静的哭喊声 他们以为是出了什么事情 急忙跑了过来 目睹这个场面 邻居们都很尴尬 那个阿姨 红着脸 趁乱溜了 当天晚上 陶静的妈妈 回来以后 同爸爸 大吵了一架 爸爸跪在地上 求陶静妈妈 不要离婚 勉强 挽回了婚姻 但是这件事 为陶静的童年 带来了阴影 陶静的老师回忆说 陶静从此 开始沉默寡言 性格大变 即便妈妈 委屈求全 可惜风流的爸爸 狗改不了吃屎 大概两年之后 爸爸又和林厂 开小卖部的 百座阿姨 搞在了一起 这次 爸爸不再求妈妈 不要离婚 而是主动到法院 起诉离婚了 陶静的家庭 就这样破碎了 陶静家 一共有两个孩子 最终 陶静的哥哥 跟了爸爸 陶静则跟着妈妈 妈妈的工作繁重 收入不高 还要照顾孩子 生活非常艰辛 一次工伤事故 陶静的妈妈 腰部受了重伤 几乎失去了 劳动的能力 被迫办了并退 以微薄的一点工资 维持着生活 因为是单亲家庭 缺少了父亲的教育 和关爱 妈妈的性格 又比较软弱 陶静从小就比较独立 性格的较为叛逆 青春期以后 陶静就不愿意 再听妈妈的话了 初中毕业的时候 陶静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在全班是前五名 上了高中以后 陶静却有些变了 继承了爸爸的基因 陶静开始变得非常漂亮 成为了全校的美女 所谓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山清水秀的瑞丽 也增加了陶静的美丽 在瑞丽 这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地方 少数民族占人口的一半 而旁边呢 就是缅甸的木解县 这里的人呢 没有内地那么保守 很多男孩女孩啊 很早就谈起恋爱 十七八岁结婚的 并不稀奇 高中一年级 陶静早恋了 对象啊 是一个英俊的男生 是全班学习成绩 最好的一个 两个人 爱得死去活来 甚至逃课 去街上约会 这段早恋 严重的影响了她的学习 两个人成绩 直线下降 老师发现之后 通知了陶静的妈妈 经常卧床不喜的妈妈 气得骂了陶静好几次 让她好好学习 只是啊 哪里有逗得过孩子的父母啊 陶静一意孤行 不愿意放弃爱情 到了高考的时候 陶静的男友 只考上了广东一所三流大学 陶静呢 则是什么都没有考上 让陶静吃惊的是 一只山盲海市的男友 突然将她给抛弃了 不大一声招呼 就去了广州 一个月之后 男友寄来了一封分手信 心里指责和陶静的早恋 害了她 让她没有考上名校 陶静为此 大受打击 一蹶不振 她决定放弃学业 去县城打工 妈妈不同意啊 让她复读一年 对她说 你也就差了十多分 再读一年 肯定能考上 失恋的陶静 已经没有心思读书了 考上大学 还不是要找工作 还不如早一点进入社会 陶静不听妈妈的劝告 去瑞丽市 以家发廊打工 什么技能都不会 陶静只能从洗头的小妹做起 很多人说 陶静所在的发廊 是色情场所 陶静也是一个卖淫的小姐 但是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陶静并没有卖淫 当时她还有一个少女的心 不愿意做这种事情 有意思的是啊 由于陶静啊 长得很漂亮 这家发廊的生意 突然好了起来 周边的男人呢 排着队的来洗头 都点名让陶静服 当然了 他们认为陶静呢 也是干那种事的 想来占便宜 洗头期间 一些男人语言 调笑 甚至还摸摸捏捏 都被陶静 严厉的呵斥回绝了 男人这种东西啊 有时候确实很贱呢 被陶静凶了以后 这些男人 反而来的更多了 其中不乏一些 做生意的老板 自然了 这个发廊 可不是净土啊 一些女孩 名义上是理发师 其实根本不懂理发 就是卖银女 他们不会在发廊里面卖银 而是在里面 谈好价格 然后去周边的小旅馆 当时 卖银的收入很高 遇到缅甸来的商人 一次就能赚好几百 要知道 当时瑞丽县 一个不错的工人 月薪不过二百到三百元 面对洗头 洗到手腕 不能伸直的陶静 这些卖银女 都笑她傻 陶静 你长得这么漂亮 这么好的身材 真可惜了 你洗头 一个月 才赚一百多 我们一天赚的 都比你多 你真不开窍 你还是处女吧 陶静啊 也不理他们 埋头扫地 拖地 这样 干了几个月之后 陶静渐渐有些厌烦了 发廊收入确实不高 还经常要对付这些男人 其中有些男人非常难缠 陶静一个小姑娘 贫于应付 非常吃力 突然 一切发生了改变 发廊里面 来了一个外国的帅哥 这个帅哥很瘦 皮肤黑黑的 个子不高 衣服鞋帽啊 却非常的上档子 而且 还戴着名贵的宝石介石 和金手链 他说了一口 不标准的云南话 大约二十多岁 他每一次 都让陶静给他洗头 就这样 洗了半个月 两个人也算认识了 偶尔也会攀谈几句 帅哥告诉陶静 自己不是中国人 而是缅甸人 准确的说 是缅甸 善邦的华侨 他姓杨 叫杨博 是来瑞丽市 做生意的 每年呢 都会来几个月 接触多了 陶静 对这个杨博 逐步 有了一些好感 杨博和其他 想来占便宜的客人 不同 他虽然有钱 谈吐呢 却很严肃 从来不调笑 看起来 非常的稳重 和陶静说话的时候 杨博 很温和 谈吐 很有礼貌 就长相来说 杨博很瘦 长得 也挺不错的 更为重要的是 杨博的长相 和陶静的初恋男友 颇为相似 对陶静这种年轻女孩来说 像前男友 这一条就足够了 18到20岁阶段的女孩的 爱情智商 大约相当于 30到40岁女人的 1% 这样一来 陶静不绝 就对杨博有了好感 一个突发事件 也促进了两个人关系 这一天 杨博 赵丽来洗头 前面呢 已经来了一个客人 他就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等候 客人呢 是从没有见过的一个中年人 好像还喝了一些酒 洗头期间 客人风言风语 调笑起来 陶静板着脸不理他 突然 这个客人 搂住了陶静说 小妹呀 你长得这么漂亮 还洗什么头啊 我刚刚离婚 你就跟了我吧 陶静下的急忙用力挣脱 旁边的杨博健壮 上来一把 扯掉男人的手说 你干嘛 挑起妇女吗 那个男人不服气了 你谁呀 托管什么险事 皮痒 想挨揍是不是 谁知道啊 看起来身上 没有二两肉的杨博 一把抓住男人的衣领 两三下 就将他给拖到了发廊外 一把 就给推出去了 这个男人被推出去之后啊 没敢吱声 自己走了 杨雄救美 陶静和杨博的关系 一下子就拉近了 几天后 陶静为了表示谢意 请杨博吃饭 吃饭的时候 陶静就问了 你这么瘦 怎么会这么有力气呢 杨博笑了笑说 我在善邦当过兵 还是个排长呢 这次约会很愉快 送陶静回家的时候 杨博告诉他 自己是单身汉 没结婚 也没有女朋友 陶静自然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从这一天开始 杨博几乎天天都来 而且每次都不空手 不是送鲜花 就是送衣服和首饰 搞得店里的卖银女 都非常的羡慕 还是陶静这丫头精明 调到这个外国的金闺序 比我们强多了 陶静虽然不说什么 心里很高兴 很快就陷入了爱情之中 爱情之中的女人 不管再精明 智商都会为零 陶静也不例外 不到一个月 两个人就开始同居了 不错 大家猜得很对 这个杨博 就是陶静的第一个男人 这一点 后来把陶静带进了鬼门关 同居起见 杨博对陶静也非常关心 他不让陶静去发廊上班 苏里有房子给他住 对他徐寒问暖 欢欣备质 平时的时候啊 杨博经常带陶静出去玩 下下馆子 每天不是唱歌 就是跳舞 甚至去昆明高档场所消费 一掷千金 杨博还给陶静买了很多衣服首饰 装满了一个衣柜 零花钱更是大把大把的塞到他的手里 陶静自然很高兴 憧憬着和杨博结婚过幸福的日子 却逐步发现了杨的一些异常情况 杨博经常来往于瑞丽和缅甸善邦的墓节 奇怪的是 每次来都没有携带什么货 杨博说他是商人 但是没货怎么做生意呢 更为奇怪的是 杨博的行踪非常的诡异 虽然和陶静同居 但是杨博在瑞丽 还有另外两三个住所 平时从不连续三天晚上住在同一个地方 而且杨博不给陶静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从来都是主动去找陶静 也就是说 陶静平时根本不知道杨博在哪里 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一些什么 陶静是个直爽的人 他曾经问过杨博 是不是还要别的女人 杨博捡瞒不住了 告诉陶静 其实他是做白粉生意的 陶静大吃一惊 瑞丽仅靠缅甸汕邦木写县 而汕邦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基地 瑞丽人对于海洛因并不陌生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著名的毒品将军 昆沙控制区 善邦制造的毒品 就源源不断的进入了瑞丽 经过昆明飞机 火车中转 运到全国各地 或者是香港 对于瑞丽这个不富裕的小地方来说 贩毒的利润非常惊人 90年代 从缅甸搞来的海洛因 只要能够带到中国国内 价格就会提高两倍到三倍 如果能够运到香港 价格最高 能到十倍以上 任何一种生意 都没有这样的高利润呢 一个毒贩 只要干上一两年 最低程度 都能赚上十几万 大家要知道 在当时的十几万 那可是巨款呢 所以啊 明知道超过50克 都会被枪毙 还是有不少人 以身试法 以德宏自治州为例 每年都有一批毒贩 被枪毙 逃境 也看惯了 直到杨博士毒贩之后 逃境震惊不已 痛哭了一场 想和他分手 只是 此时 已经很难分手 逃境怀孕了 当年 避孕手段单一 只能使用避孕套 国产避孕套的质量差 逃境意外的怀孕了 逃境不愿意 同毒贩一起生活 依然去医院 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拖着沉重的身体 逃境 回到了妈妈的家中 此时 妈妈的腰伤 还是非常严重 平时 都只能卧床 妈妈对逃境 还是很好的 明知道 她做了人流 只是责备了她几句 妈妈挣扎起来 就去菜场 买了鸡鸭鱼肉 很多菜 让她补一补身子 躺在床上的逃境 看着不到五十岁 就头发花白的母亲 看着家徒四壁的家 心里又发生了变化 和杨伯在一起的几个月 陶境体验了奢侈富贵的生活 知道什么叫做穷奢吉 现在让她倒回去 去做洗头妹 住在这种破旧的民房内 她很难接受 同时陶境也很自责 妈妈一个人千辛万苦的 将她养大 她却从来没有报答过妈妈 从小到大 陶境惹了很多祸 现在甚至不明不白的 还打了胎 陶境觉得自己 没什么本事 做个洗头妹 连自己都养不活 怎么能养妈妈呢 再说 陶境对杨伯 是有感情的 并不是说说玩而已 曾经下定决心分手 甚至还做了人流 但是几天后 杨伯亲自来找她的时候 情况又不一样了 陶境哭了一场 又从杨伯回去了 回去以后 陶境害怕再次意外怀孕 去医院里面 安装了金属避孕花 这次回去之后 杨伯不再掩饰 直接让陶境一起干 并说道 这种事啊 是有一点危险 但只要我们小心 肯定没事 我身边那么多 做这行生意的 有几个被抓的 被抓的 都是一些蠢人 我们俩呀 就冒险 干上一两年 遮了几十万 就收手 我带你去养光 那里比昆明都发达 我们买个洋楼 再买个汽车 开一家商店 安稳的过日子 类似的甜言蜜语 还说了很多 陶境逐步 被她给打动了 杨伯告诉她 毒品交易 看缅甸善邦 是没问题的 有当地军阀 昆沙保护 有危险的是两个地方 第一呢 是带毒品 进入中国边境 会有很多关卡检查 还有一个 就是在昆明 将毒品交给夏夏 昆明的基督警察 是全国最多的 杨伯说道 到了昆明 其实没什么关系 我们的夏夏呀 做了很多年了 绝对没事 现在主要 是过边境 关卡不容易 关卡对男人 查得很严格 一旦有怀疑 就脱光搜身 基本藏不住 但是啊 对女人 查得比较松 再说啊 你们女人 有天生的优势 没问题的 杨伯所谓的 天生的优势 就是阴道 藏毒 当时 运送毒品 基本上 是两大类 一是 货物藏毒 一是 人体 藏毒 货物藏毒 主要是将毒品 隐藏在汽车 某个部位内 总体来说 这样比较危险 汽车的目标 比较大 公路上的 机毒警察 也很多 经常会对汽车 进行抽检 这些警察 吃这行饭 对于汽车结构 也非常的熟悉 还是能够 发现毒品的 相比起来 人体藏毒 则较为安全 每天 中缅边境 入境 出境的人众多 根本不可能 一一搜查 很容易就会混过去 人体藏毒 又分为三大类 第一种呢 就是吃下去 将毒品 装入病院套 然后 吃到肚子里面 到了交货地点 再吃香蕉 或者泄药 拉出来 这种方式 几乎 不会被发现 但是 一般人不愿意做 因为有较大的危险 人的胃液 具有腐蚀性 一旦将避孕套 烧破了 藏毒者 必死无疑 名义上 吞付毒品 可以坚持48小时 甚至72小时 但是很难说 避孕套 什么时候会破 有的吃下去 几小时 就破了 在90年代 火车 汽车也好 飞机也罢 晚点 午点 甚至取消 都不稀奇 一旦出现交通工具的延误 这样 携带毒品 就等于自杀 第二种呢 是男人呢 用肛门藏毒 这种藏毒的方式很隐秘 也安全 只是肛门里面 尝不了多少毒品 一般呢 不会超过100克 冒着很大的风险 花费 不少路费 运输这点毒品 性价比自然是不高 也很少有人用 第三种 就是女人 用阴道藏毒 这种 和肛门藏毒一样 很难被人发现 女人的阴道 可以生孩子 自然可以藏毒 未婚妇女 一般可以藏 150到200克 已婚妇女 甚至可以藏 200克以上 更为重要的是 普通关卡 检查 即便搜行李 搜身 肯定不会 去摸女人的下阴 即便摸了 你也发现不了 这里有毒品 在90年代 阴道藏毒 是非常常见的 在杨博的野诱下 陶静开始做了 低单的生意 狡猾的杨博知道 陶静可能 不太在乎钱 就说 你就算 不太需要钱 你妈 总是需要的 她现在不能劳动 有没有生活来源 以后怎么过呀 这样 你没跟我去一次 我给你妈 2000元 也算是我这个 未来女婿 静静孝心 万一你出事了 我每年 给她几万元 直到 她去世为止 历令至婚 陶静 竟然就同意了 于是杨博 找人给陶静 办了假身份证 然后在银行 开了个假户头 杨博和陶静两人 从瑞丽进入木解县 然后乘坐长途汽车 几个小时 到达山邦的一个小镇 出发之前 杨博提前 将2000元 打入这个账户之中 让陶静放心 在这里 杨博带着陶静 四处旅游了几天 等上家送货过来 陶静 毕竟是个年轻女孩啊 明知道 孕毒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这几天 她在和杨博 一起旅游的时候 仍然非常的开心 几天之后 一个妇女找到了他们 将一包东西 交给杨博 自然 这就是一公斤 包装的海洛因 是大名鼎鼎的 双尸地球牌 这种毒品 是缅甸金三角 著名的品牌 纯度为99.99% 也就是海外著名的 中国白粉 拿到货之后 杨博带着陶静 回到了木界县 将海洛因 分别用避孕套 包成一颗颗 让陶静 塞入阴道之中 一共是200颗 然后杨博 将到昆明的汽车票 和一个女士的小提包 交给陶静 告诉他 到了以后 把海洛因取出 放入包里 在第二天中午12点 准时 去昆明市儿童医院附近 一个小巷子 有一个 戴着白色的运动帽 拿着黑皮包的男人 会将货取走 叫为他以后 你回到瑞丽 我们房子 我回来找你 随后杨博 就消失了 留下了陶静一个人 陶静 非常紧张 过了边境的关卡 卡上的边防警察 见到他是个年轻小姑娘 又没带什么行李 根本就没有进行检查 如惊弓之鸟的陶静 一路上几乎不吃不喝的 就到了昆明 在一个小旅店 仓促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交货的时候 陶静就被抓获了 案情很清楚 现在就看陶静怎么选择了 二百科高纯度的海洛因 在1991年肯定是死刑 如果陶静是惯犯 即便交代了上家 有重大立功表现 恐怕也难逃一死 好在陶静是初犯 法律上存在宽大的可能 就像马警官所说 只要陶静交代出 杨博藏身地点 就很有可能不被判处死刑 既然杨博和陶静 约定了在瑞丽蹦头 那么警方是很有把握 抓住杨博的 这样一来 这个案件的主办杨博 就归案了 在警方看来 杨博才是最重要的 其余包括夏家和陶静在内 不过都是一些小角色 说实在的 王大队长和马警官两个人 办理过很多案子 对于毒贩 本来也是相当厌恶仇恨的 仅仅以昆明一帝来说 每年吸毒致死的 都有大把的人 就王大队长和马警官来看 吸毒死了 未必是坏事 至少自己死了 不拖累家人 也不会危害社会 吸毒尤其是吸食海洛因 不同于臭烟 吸海洛因时间长了 人的脑部会出现病变 成为一种脑部的疾病 这绝非依靠什么毅力 就可以戒毒的 吸毒还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吸毒和其他的行为不同 吸毒者为了筹集不菲的毒资 基本都靠犯罪 至于吸毒的女的 十个吸毒的女的 九个都在卖淫 唯一的那个不是不想卖 是有严重性病 卖不掉 至于吸毒的男的 十个有十一个 都是偷强拐骗 要么就是贩毒 哪里的吸毒人多 哪里的社会治安 一定会差 而且吸毒的人不同于其他犯罪 很多犯罪分子 连续大了 或者良心发现 可能改邪归正 放弃犯罪 吸毒的则没有办法 自己改正 毒瘾戒不掉 就一定要犯罪 告毒私 直到吸死为止 王大队长和马警官 都见过无数吸毒者的惨剧 对于毒贩是恨之入骨的 如果不是这些人 那些第一次尝试吸毒的人 哪里能够搞到毒品呢 不过对于陶静 这个美丽的女孩 这两个警官 还是有同情心的 他们觉得陶静年轻 涉事未深 是被毒贩所利用了 杨博摆明了就是利用陶静 这家伙以恋爱为掩护 一来骗到了陶静的肉体 二来骗到陶静为他冒险犯罪 杨博是很狡猾的 他让陶静去做最危险的 运输毒品的工作 自己抽身事外 万一被抓 也是陶静倒霉 他第一时间逃走 万一没事 赚到的钱也是他的 分给陶静一些小甜头 杨博从善邦购买海洛因 每公斤只有几百美元 但是只要从昆明运输到香港 每公斤就高达一万多美元 中间的巨额利润 全部被杨博拿走 而其实真正冒险运输的 则是陶静 杨博等于使用陶静的性命 在为自己赚钱 实际上 善邦那个妇女给杨博的那个包 应该是一公斤的海洛因 杨博将其中二百克交给陶静运输 那么其余八百克呢 很显然 杨博在瑞丽还有其他的情人 或者说被利用的女人 另外八百克则由他们运输到国内 甚至杨博建议勇为也很有问题 从来没有来过店里的中年男人 第一次就敢在理发店里面突然骚扰陶静吗 瑞丽这个地方多民族混居 民风很彪悍 外地人敢来这里搞事吗 而且这么巧 杨博就在旁边 他能够英雄救美 这又不是拍电影啊 很可能那就是杨博安排的 建议得到陶静的放心 可惜啊 到了这一步 所谓当局者迷 性格固执绝强的陶静 始终不愿意出卖所谓的男友 也是他的第一个男人 自然 这不仅仅是感情的原因 还有亲切因素 陶静认为 自己即便不枪毙 最少坐牢15年以上 妈妈常年卧床 父亲和哥哥同妈妈多年不来往 又没有什么可靠的亲戚 这近20年的时间 他的妈妈怎么办 杨博许诺每年给一万元 这样他的妈妈就能生活下去 无论王大队长和马警官 如何好心劝告 陶静就是不交代杨博的线索 终于法院一审宣判 陶静携带毒品数量巨大 被捕后 抗拒政府 无立功表现 依法判处死刑 当时是90年代初起 一审以后 二审一般不开庭 只是书面审理 没有重大变化 就会维持原判 一旦二审维持原判 死刑就会迅速执行 换句话说 留给陶静的时间 最多还有两到三个月 得知死刑判决之后 王大队长和马警官 还是很好心的 他们设法找到陶静的妈妈 和多年没有联系的爸爸 哥哥 希望他们劝告陶静 一定要争取立功 只是任凭妈妈和哥哥 如何劝说 陶静就是不予理会 于是 一个月之后 二审判决 维持死刑判决 从此刻开始 陶静的生命 进入了倒计时 转入死刑 代执行的耗子 在这个耗子里面 还关着另外四名 同样背叛死刑的女犯人 全部都是因为贩毒 加上陶静一共五个人 分别由五个罪行 较轻的女犯服饰 他们都戴上了 沉重的手铐和脚铁 生活甚至吃饭 都不能自理 需要别人喂饭 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铁人 到了这个地步 都会害怕的 陶静也不例外 几乎每个晚上 陶静都难以入睡 偷偷的哭泣 几天之后 一个也被判处死刑的 中年女犯犯 看不下去了 说 你这丫头真傻呀 我们是想立功 但是实在 没有可以立功的东西 只能等死 你明明 可以立功 干嘛不说呢 那个小白脸 能是真的爱你吗 你别傻了 我贩毒七八年了 这种小白脸 看得多了 都是骗你们年轻小丫头的 我劝你赶快交代了 昆明之类的规矩 哪怕枪毙前一分钟 只要立功 就能刀下留人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陶静还是不说 所谓自所孽不可活 该来的总归会来 实行死刑的时间定了 10月26号 因为宣传的需要 陶静被押回了原籍 也就是作案地点 德宏自治州 到了25号 也就是行刑前最后一天 看手所的管教女民警 找到陶静说 陶静 你现在立功还来得及 陶静 依然 没有说话 好吧 那你 还有什么心愿呢 陶静说 我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 能不能 把我身上的 金属避云环取出来 你也是我们德宏人 我们的风俗 人死了 身上有金属物 就会变成孤魂野鬼 女警说 我请示一下吧 应该可以 还有呢 我希望 见我妈妈一次 女警说 这个不行 看守所的纪律 是不能见 怕会出事 但是 你执行前 会有公判大会 到时候 我会通知你妈妈 到时候 能见一下 说几句话 其他需要什么 你都跟我说 比如 衣服 鞋帽 想吃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妈妈 让她准备 陶静默默的点了点头 可以说 看守所 还是不错的 所长 亲自批准 从德宏医院 妇科 找来一个医生 第二天 这个医生 在看守所的医务室 为陶静 取出了 金属避云环 女警将陶静妈妈 准备好的 崭新衣服 鞋子 还有亲手 做的一顿饭 都交给了陶静 第二天 时间到了 武警和女警 到监狱里提人 看到武警 别说这些 马上要执行死刑的女犯 就连一同 关押的轻罪犯人 都吓得浑身发抖 通监狱的 其他四名 女死囚 不是嚎啕大哭 就是躺在地上 不能动弹 一个妇女 还吓得屎尿气流 倒是陶静 还是很沉着 自己跟着武警 走出了监狱 被绳子绑上 囚车到了公判现场 一个简单的宣判以后 就要送往刑场执行 在压解上车的时候 在好心女警的帮助下 陶静的妈妈和哥哥 甚至十多年没有见面的爸爸 都已经等在了车前 压解的武警 也是有同情心的 就违规 让他们见了一会儿 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哥哥 此时哭成泪人一样 虽然多年没有见面 妹妹总归是妹妹 哥哥哭着说 静儿 你就说吧 说了就不用死了 你才二十岁呀 谁知道 陶静很凶的对他哥哥说 我是不会说的 你哭什么哭 你要是真的对我好 我死了以后 一定要照顾好妈妈 站在后面的陶静妈妈 早已经哭干了眼泪 人很麻木地望着女儿 一句话说不出来 双方就这样 对视了几分钟 后面的武警说 好了 时间太久了 不能再等了 走吧 陶静低下头 往前走 经过妈妈身边的时候 她的妈妈突然伸手 抱住了陶静 一直没有流泪的陶静 突然生死力竭的 喊了一声 妈妈 母女二人抱着痛哭起来 后面的警察感叹说道 早是今日 何必当初呢 干什么不好 非去贩毒害人 走吧 走吧 在刑场上 一声枪响 陶静的年龄 定格在了二十岁 在陶静被处于死刑之后 因为不知道 杨博的真实性名和身份 再加上 他又是外籍人士 警方最终也没有将他抓获 更加让人唏嘘的是 杨博许诺每年 借给陶静母亲的一万元 从来没有兑现过 陶静被枪决时候 他的母亲过于伤心 几年之后也因病去世了 我 我用硫酸破你女儿 就是想让你心疼 当法庭上 带着刑具的娇小柔弱的被告人 寒浪 声嘶力竭地喊出这句话时 几乎所有的在场的人 都为这位失去儿子之后 又因为报复而坐上被告席的母亲 流下了心酸的泪水 2005年4月24日 北京房山区 寒春河镇的一个小村子 如往日一般平静入睡 可是来自重庆的女子 寒浪的心里 就如朝迅来袭 忒忒不安 他找不到自己年仅六岁的儿子 成乘了 从下午一点 找到夜里十二点 从村里找到了山上 寒浪 他一遍遍地喊着儿子的名字 可是寂静的村庄 只回荡着他凄凉惶恐的呼喊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儿子虽然爱玩 可从来没有找不到人影的时候啊 难道出了什么意外 寒浪他不敢再想下去 第二天天还没亮 一夜未合眼的寒浪 又出去找孩子 直到中午 有一个孩子跑过来对寒浪说 村西头有个井 井里有个孩子 一种不祥的预感 顿时笼罩了寒浪 他缝了一样的跑了过去 拨开围观的村民 他用力地揭开井上盖着的大石板 寒浪他永远忘不了这悲惨的一幕 往日活泼可爱的孩子 他倒立在井中 井里填满了十块 看不清脸 只有儿子脚上的那双鞋 醒目地支愣在他的眼前 这双鞋正是寒浪给儿子澄澄买的 寒浪两眼一黑 晕倒在众人面前 警方在发现孩子尸体的当天 就很快地侦破了此案 凶手是同村张二群家的小儿子 年仅十三岁的盐盐 他在和六岁的澄澄打架的过程中 掐死了澄澄 为了毁尸灭迹 他将澄澄扔到了井里 并向井里填满了石头 还搬来一块大石板压在井口上 他以为这样 大家就找不到澄澄了 案发后 由于盐盐只有十三岁 按照法律规定 公安机关将盐盐收容教养三年 孩子的惨死 像噩梦一样缠绕着寒浪的心 他的精神几近崩溃 他觉得对不起儿子 如果自己没从老家出来 或许儿子就可以安稳地度过他的童年了吧 而韩浪 她是个苦命的女人 二十二岁的时候 韩浪在家乡重庆 嫁给了大自己十五岁的丈夫 不久 她生下了他们的孩子 澄澄 但是夫妻爱人的感情生活 却一致不顺 2001年 韩浪带着幼小的澄澄和男朋友 离开了家乡 来到了北京房山区的一个小山村 澄澄上了幼儿园后 她的聪慧逐渐地表现了出来 小小年纪的她 喜欢拿着小棍子在地上写字 字写得很好看 老师一再夸奖澄澄 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韩浪啊 非常疼爱澄澄 含在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 澄澄 她是个懂事乖巧的孩子 家里条件有限 生活贫困 可是她去从来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 要这要那 她连喜欢吃的冰棍啊 也很少要 韩浪是背景离乡的在外地生活 雾勉呢 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每当受到委屈时 漂泊异想的她 总是偷偷地落泪 而幼小的澄澄 她不明白 妈妈为什么会哭呀 她想不明白 但她每次都会帮妈妈擦拭眼泪 用稚嫩的声音安慰着妈妈 妈妈别哭 我将来好好学习 挣钱给你买冰箱 天天给你冻冰棍吃 澄澄以为妈妈哭 是和自己一样的 没有冰棍吃 孩子的话呀 让韩浪感动的是泪如玉下 她认定儿子是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希望 可是啊 澄澄突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韩浪她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她整日里沉浸在思念的悲痛中 平常有个虫子 或者别的什么活着的东西 飞进这间凄凉的小屋时 韩浪都不忍心把她赶出去 她总觉得这是儿子回来看她了 韩浪每日都盼着天黑 天黑了 睡不着的她就会吃安眠药 因为在梦里 她就能看到儿子了 她说 孩子 你快回来吧 回来 陪妈妈说两句话 最痛苦的事情 是一觉醒来的时候 韩浪摸到旁边没有人 就满屋子去找儿子 孩子 你去哪儿了 啊 你怎么不等等妈妈呀 你怎么能丢下妈妈 冬天 很快到了 韩浪的家里 却一直是阴冷阴冷的 韩浪 他没有买煤取暖 一是因为自己没有钱 再也就是自己 已经心灰一冷了 韩浪后来在法庭上说 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他总想起孩子一个人 在另外一个世界 那得多可怜呢 我暖和了 可他 怎么办呢 2006年1月3日 韩浪状告张二群夫妇 民事赔偿案 有了一审结果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判决张家夫妻俩 赔偿韩浪15万余元 然而啊 这笔钱 一直没有得到执行 张家认为啊 自己没有能力赔偿 最后经过法院 多次调解之后 张二群愿意分期支付 可是呀 韩浪他没有同意 因为他担心张二群 无限期的拖下去 就这样 赔偿款的执行 一直都被拖着 一直到了2006年4月 韩浪再也等不下去 他要求法院 再次就执行问题进行调解 韩浪提出 张家至少应该先把孩子的丧葬费 一万元给了 可是呢 在某公司上班 月薪2400元的张二群张嘴 就说没有 韩浪很气愤 其实啊 他也知道 张二群的家里啊 一次拿出15万元 是有点困难 但他认为 一万元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 这是澄澄的丧葬费 他认为张家至少 应该先给付这一笔钱 但是 他没有料到 张二群连这一万元 都不愿意给付 更令韩浪生气的是 张家不仅从来没有向他道过歉 反而到处宣扬 哎呀 我儿子啊 三年后就能出来了 这一万块钱 我就是不给 他能拿我怎么办 想到自己的孩子已经惨死 而杀人凶手 却还好好的活着 韩浪的心扭成了一团 澄澄在井中的惨象 始终萦绕在韩浪的脑海中 他仿佛听见儿子 在不停的哭喊着 想自己求救 每当这时 韩浪的心便如同刀割一般 可是 儿子停尸七个多月了 对方一分钱也没有给 而张家的态度 也更让他对儿子刻骨的爱 而变成了对张二群一家刻骨的恨 韩浪受伤的心 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 已经变得扭曲了 他要为儿子报仇 他要让张家也承受痛苦 一个复仇的计划 逐渐的成行了 韩浪受伤的心 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 已经变得扭曲了 他要为儿子报仇 他要让张家也承受痛苦 由此 一个复仇计划 逐渐的成行了 当法院的调节 以失败告终后 韩浪从法院里出来 就到五斤店里买了五斤浓硫酸 他把浓硫酸放到了家里 想先看看张二群夫妇的态度 会不会有转变 如果一直都没有变化的话 那他就会采取极端的手段 为儿子报仇 但是呢 韩浪他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 他虽然有了报复之心 却一直没有真正的将复仇计划进行实施 2006年9月 韩浪看到村里和自己儿子一样大的孩子 都活蹦乱跳的背着树包上学了 他就想了 如果儿子还活着的话 那他也应该上学了 本来他想孩子都没了 赔多少钱也不管用了 张家最少应该给点丧葬费 让他把儿子给好好埋了吧 再给他道个歉 他也就不说什么了 但是出事这么长时间了 张家连声对不起都没有说过 在那段时间 韩浪每次找到张二群时 张二群就对韩浪说 杀你儿子的人哪 另有其人 不是我儿子 我呢 已经报案了 你呀 快走吧 可是当韩浪到公安局去询问时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 他觉得张二群是在骗他 他找借口来推托自己 拖延世界 韩浪的心里 对张家的恨又加深了一番 一直到了11月份 张二群夫妇依旧没有向韩浪道歉 也没有赔一分钱 绝望的韩浪 他终于决定包复张家 韩浪他做好了赴死准备 他给自己的妈妈和男朋友各写了一封遗书 书中写道 没了这孩子 我一直也不好过 我 我出去了 张二群的家有三个孩子 老大是女儿晴晴 而这个二女儿乐乐呀 因为小时候因为脑出血而落下了残疾 而唯一的儿子妍妍呢 又被管教 为了让张家也尝尝自己的彻骨疼痛 韩浪他决定了 他就将报复的目标锁定在了晴晴身上 晴晴是张家三个孩子里最懂事最有出息的 从初中开始 他就去了十多里外的学校就读 为了节省路费 他住在同学的家里 一两个星期才回家一趟 就这样 一番努力之后 晴晴考上了丰台的一所技校 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 晴晴每个月都省吃俭用 有一段时间 小公共汽车涨价 晴晴就住在学校里不回家了 而只要回家呀 勤快的晴晴都让父母感到欣慰 他总是抢着帮妈妈去弟弟干活 家里呢 也被他收拾得兢兢幼条 对于不省心的张家来说 女儿晴晴就是他们全部的骄傲和希望啊 在继校三年 成绩优异的晴晴 他拿到了全国计算机信息 高薪技术考试合格证书 国家职业技能证书等等 2006年11月24日 两周没回家的晴晴 他回来了 这次回来呀 是给妈妈送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 晴晴毕业后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晴晴拿出1450元钱都塞到了妈妈的手里 说这是他实习的第一个月的工资 第二天是个周末 妈妈让晴晴留下来和大家一起过周末 因为一家人好不容易才聚一次 可是晴晴呢 他却想着早点回单位里去 这样可以加班 多挣点钱给家里 就这样 他坐上了回城里的小公共汽车 单纯的晴晴他不知道啊 一场灭顶的灾难 正在瞪着他 10月24日晚上 一只司机报复的晴浪 看到晴晴他从城里回来了 他猜想啊 这个晴晴第二天可能要独自返回城里上班 晴浪他认为这是报复的好时机 是机不可时 于是他就把放在墙角的硫酸 倒出了五分之一 大约有一斤 把这一斤硫酸就装进了一个大茶杯里 10月25日早晨6点多 晴浪就到车站去等着晴晴了 但是他去的太早了 车站里边是空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 7点多时 晴浪又到车站看了一次 还是没有看到晴晴 不甘心的晴浪 9点多第三次又去了车站 这一次他终于看到晴晴妈妈送女儿到车站的身影 晴浪的心是一阵狂跳 他娇娇地躲在一边 以免被晴晴妈妈发现 看到晴晴上车之后 晴浪他也随着人群挤上了车 上车之后 晴浪他专门地找了一个和晴晴同一排的座位 中间只隔着一个过道 就这样 大约半个小时后 汽车在一个道口亭下 又有很多人上下车 也就是在这时 晴浪他突然站起身 手里端着大茶杯 他一扭伸便打开了杯子 将茶杯中的硫酸 全部泼向了晴晴 那一刻 硫酸四溅 硫酸不但泼在了晴晴的身上 还飞溅到了晴晴身边的一位消防队员的身上 车厢内泥漫出皮肤被烧焦的味道 一阵凄惨的尖叫声震惊了车上所有的人 惊魂未定的乘客 有的在叫 哎呀 那个小女孩被泼流穿了 有的呢 则在叫开车的司机 快点啊 快送医院 而寒浪呢 他趁乱跑下了车 被连带泼伤的那位消防队员 他忍着痛跳下车追上了他 同时售票员和司机也跳下车来拦住他 他们拽着寒浪不让他走 我不跑 我要自首 消防队员问寒浪 那你这杯子里是什么 溜酸 接下来 晴晴被紧急的送往医院抢救 经法医鉴定 晴晴的头面部 双上肢 双大腿等部位被烧伤 其全身被烧伤的面积达百分之十五 属于重伤 经过法医的鉴定 晴晴的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十五 属于重伤 而公交车上的另外三名乘客也被不通程度的桌伤 2007年6月18日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令人心痛的硫酸挥荣案 35岁的韩浪被法警带进法庭 他身穿黄色的号服 刚走进法庭 他就不停的抹着眼泪 本案受害者晴晴 他没有到庭 其父张二群进入法庭时便狠狠的瞪了韩浪一眼 我认罪 对于被指控 涉嫌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 韩浪他平静的说 而当公诉人提到 晴晴十三岁的弟弟 掐死韩浪六岁的儿子时 韩浪顿时在法庭上失声痛哭 公诉人向韩浪发问 你为什么要向张二群的大女儿破硫酸呢 他的儿子把我的儿子杀了 一分钱也没有赔 韩浪他身子颤抖着激动的说 公诉人又问 你认为他家的经济情况能赔吗 能 韩浪与其坚定的说 至少一万元的丧葬费 这二群的家里是拿得出的 韩浪在法庭上哭着说 我知道 我知道破硫酸要坐牢 但是 我要是因为这事死了 也好 我这样就可以去 陪我死去的儿子了 我儿子 那么小就走了 呵呵 轮到张二群发表意见的时候 庭审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张二群向韩浪发问时 结果两个人在法庭上大吵了起来 你为什么选择你儿子被杀后这么长时间才进行报复 张二群 张二群手指着韩浪问道 我等了很长的时间 我等着你给我钱 我向法院申请执行 法官叫双方来进行调解 好啊 我来了 可是你呢 你却没有来 走到今天这一步 完全是你们自个儿造成的 还是 我想孩子死了 我认了 没想到你们这么绝情 你们一点儿不内疚 还到处炫耀 你儿子三年就出来了 呵呵 你们别高兴了太早了 你们这就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那你 你为什么选择对我大女儿进行报复 而不选择每天从你家经过的二女儿 我儿子是被你儿子杀死了 你一分钱不赔 还一次一次的骗我 我破你大女儿 就是让你心疼 我让你 把舍不得赔我的钱 全给你自己的孩子看病吧 那 那你破刘孙时已经怀孕了 你为什么还要那么做 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事发后 我觉得很内疚 我就把孩子打掉了 韩浪他甚至认为啊 他打掉孩子 也是对晴晴的一种弥补 接下来 自称没有能力赔偿 丧子母亲韩浪的张二群 却向韩浪提出了 总计43万余元的民事赔偿要求 张二群在立举赔偿事项中提出 自己在一家公司上班 月薪2400元 受伤大女儿月薪1200元 而韩浪他就应该按照这个标准 赔偿其家庭的务工损失费 张二群此言一出啊 主审法官立即问他 那法院判决你赔偿韩浪15万元后 你赔偿韩浪一分钱没有啊 这 这 你问执行厅吧 主审法官听后 他严厉的说 我在问你呢 你赔没有赔韩浪钱 你自己不清楚吗 没 没赔 休停之后 主审法官和两位参与庭审的人民陪审员 把张二群叫到面前说 张二群 你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 究竟是谁把你的女儿害了 你自己的女儿受到伤害后 你花费了六七万元给女儿治病 韩浪的儿子被你儿子杀死后 法院判你赔偿 你居然连孩子的丧葬费都没有给 最后给自己的女儿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六月十八日的庭审之后 法庭没有当庭的做出宣判 开庭结束时 晴晴的母亲是泪流满面的 她挥舞着拳头冲向了韩浪 却被两位法警给拦了下来 韩浪在庭审结束时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她的男友是残疾人 男友年轻时与张二群有过过节 男友曾经打过张二群 但是事情与他们母子无关 韩浪还说 平时张二群的小儿子就欺负他儿子 韩浪说呀 我不应该像情形泼流酸 而应该对他的父母 韩浪对自己像情形泼流酸的事 感到很后悔 韩浪说 我想对她说一声 对不起 而最无辜的晴晴 她遭此打击之后 是一度的绝望熏死呀 我这辈子都晚了 晴晴说 在医院的时候 她都不想活了 可是护士对她说 如果她死了 那爸爸妈妈的希望就都没有了 但是 我才十八岁呀 我太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了 对于韩浪 晴晴她淡淡地说 我现在 我已经谈不上恨她了 我再怎么样 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了 弱者报复 别把兔子惹急了 兔子急了 也要人 这句话呢 常常地挂在人们的嘴边 而从内心里说出这句话的人 却往往是弱势人群 如果韩浪能够及时地拿到法院判决的赔偿金 即便先拿到很小的一部分 那对韩浪的心理 也是个补偿和抚慰 这样 韩浪恐怕也不至于走到害人 最终也害己的一步 但是韩浪她没有看到获得赔偿的前景 她于是 轻而走险了 毫无疑问 张家的儿子杀害韩家的儿子 为此案埋下了火根 何况 张家还长时间的 不依法支付15万元的赔偿金 也没有道歉的意思 这令韩家是越想越近 两家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矛盾 忠于计划 但是 无论如何 韩浪也不该朝张家无辜的女儿下手 这是犯罪 是愚昧 为法律所不容 那法院执行难的问题 已经成为和谐社会中的一个越来越大的负面因素了 在这种民事赔偿案件中的执行过程 执行法院也许会有着这样那样的难处 最终导致没能执行下去 但是这15万元 这可是用人命换来的血债 那我们的法院如果能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加大点力度的话 也许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这种 让人寒心的场景了 好了 本期案件到此结束 下面再说一下上文的新专辑 VIP专辑的事 上文的新专辑 奇案专辑和外国答案专辑 两个专辑同时上线了 前面的20个答案可以免费试听 20集之后就是VIP用户免费唱听 甭管你是不是VIP用户 这前面20个答案是免费收听的 点击上文的头像 进入上文的主页 就可以看到奇案专辑和外国答案专辑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搜索上文二字 也能搜到上文的所有专辑 只要你搜上文二字 或者点上文的头像 就会有惊喜 各位觉得好听 就点个订阅 您用手指头这么一戳 就是对上文的支持了 咱们下期再见